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做出判决 推翻了在美国堕胎权问题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素韦德案 这意味着结束了近50年来 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 请看休斯顿青红军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取消宪法规定的堕胎权 这一判决是女性权益保护的倒退 在全世界引发轩然大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4日 推翻近半个世纪前 在联邦层面确立堕胎权的判例罗素韦德案 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美国宪法保护 堕胎权支持者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抗议活动 1973年的罗素韦德案原告 当时未婚先孕 却无法在德克萨斯合法堕胎 因为依据该州法律 除非是为了拯救孕妇生命 否则堕胎是非法行为 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 确认了美国宪法保护女性堕胎的自由 然而近半个世纪后 一切回到原点 罗伊案被推翻后 美国各州可以自行制定关于堕胎的法律 而根据美媒报道 至少26个州已有或正在推进相关法律 这意味着美国成百上千万女性可能会失去合法的堕胎权利 一旦禁止堕胎 许多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不再有决定权 如果孕妇出现生命危险 也无法自行决定堕胎 生殖权利是妇女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际协议维护的人权一项原则 并在世界许多地方不同程度上反映在法律中 限制堕胎不会阻止人们追求堕胎 只会使堕胎更加危险